一拿球 防守人就立马逼到中线 而且肢体动作非常夸张和强硬 几乎可以吹犯规了 身上隔三差五轻一块紫一块 加梦CBA也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是经常摔倒 球迷甚至起了个外号林导导 很明显是在嘲讽他假摔 但这防守强度连外援都没享受过 他来CBA两年 几乎所有人都在试图把过期的他打扶 他哭进来 第一手要给邱天 一上来 辽宁队犯规太多了 邱天晨 辽宁队首发阵容中 两名球员已经很快的两次犯规了 几乎所有人都在试图中